孤儿院 我再次用拳头打翻霸凌我的人后 首富夫妇找到了我 他们说我是失散多年的亲儿子 他们让我跟弟弟和平相处 只是 我看向那个跟我同龄的弟弟后 我笑了 他明显跟当年偷走我的人贩子 有气氛相似呢 看着眼前这对开心激动的夫妇 和旁边脸色殷勤不定的弟弟 我擦了擦嘴角的血 笑了 亲爸红着眼拍拍我肩膀 儿子 受苦了 他旁边的女人哭得差点喘不过气 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愧疚 亲妈断断续续的跟我介绍了自己 和身旁的亲爸 向我诉说着我小时候的事 以及他们找我找了多久 可他说的那些 我都没什么印象了 我五岁时被人贩子拐走的时候 发了一场高烧 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可偏偏 那人贩子的脸 午夜梦醒时分 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巧的是 亲爸妈身边站着的那个和我一般大的男生 可是跟人贩子有气氛相似啊 我挑挑眉 用下巴指向那男的 他是谁 亲爸脸色僵硬 没说话 亲妈倒是为察觉 开心地将他拉了过来 薄小过来 这是你哥哥薄达 我们找了很多年才找到的 快跟哥哥打招呼 只见他眼底闪过一些恨意 却乖巧地上前跟我问好 哥哥好 我是你弟弟姬薄小 恨意 我有些想笑 当小偷久了 反而理所当然了 我毫不犹豫地戳破他们的谎言 妈 你不是说就我一个孩子吗 现在怎么又多了个弟弟 突然想到什么的亲妈脸色瞬间有些尴尬 是这样的 当年薄达你不见了之后 妈妈找了你很久都没找到 最后你爸提议把薄小过记过来呀 我见他乖巧懂事 跟你有几分相似 就同意了 我长长地呜了一声 那弟弟不就是我的代替品了吗 那我现在回来了 弟弟他怎么办 滚蛋嘛 我的话让三人同时脸色大变 我爸瞬间黑了脸 纪薄小的脸更是长成了猪肝色 双手紧握 我妈从惊恶中回过神后 干笑了一下 薄小当然还是这家的一份子啊 你们以后就是兄弟了 要好好相处 我笑了笑看着纪薄小 这些年我不在爸妈身边 辛苦你过记了一番 陪着爸妈了 弟弟 我特意强调了过记这两个字的语气 纪薄小脸色难看 却只能勉强地笑着 都是我应该的 哥哥 欢迎回家 看见我们如此和谐 母亲很开心 这样就对了 都是兄弟 以后要好好相处 互帮互助 知道吗 纪薄小立刻揽着我的肩 自信跟我妈说 妈你放心 我跟大哥肯定会好好相处的 对吧 大哥 我面无表情地把他手甩开 我身上还有因为刚才打架 而破裂的伤口 可他们却视而不见 这亲爸妈 看来也没多亲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纪薄小一眼 嗯 妈 你放心 我以后肯定会好好疼爱弟弟的 这时 一直在旁沉默的我们的父亲 纪瑞铭开口说话了 好了 博达明天会正式转学到 博小你读的学校 博小你记得帮助哥哥 尽快适应新学校 博达你比弟弟大几个月 以后记得多照顾弟弟 别让他学坏了 回家了 要懂事 不能跟在孤儿院里一样 老是打架 别等下带坏博小了 我嘲讽地看着他 有人欺负我 我不打回去 还等着受虐吗 再说了 我才刚转学 弟弟他在学校比我有人脉多了 应该是他照顾我才对 亲爸一愣 说不出话 纪博小信誓淡淡地拍着胸口 爸爸放心 我在学校一定会好好照顾哥哥的 亲爸开心极了 亲爸也一脸欣慰地看向纪博小 只有我注意到 纪博小眼睛深处那一闪而过的憎恨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不就是所谓的家庭和美 胸有地宫吗 说的谁不会装饰的 第二天 市里有名的私立高中 在调阅了我以往的成绩后 我被安排到高三的重点班 成了一名插班生 高三的转学生给枯燥的高三学生们 提供了不少八卦的乐趣 加上学校里有名的顽固子弟纪博小 四处跟人宣扬 我是他刚找回的好哥哥 这个星期 我成功当选了高三级的当红炸子机 为众人议论纷纷 我知道纪博小肯定是不怀好心 但出来炸到的我 暂时也只能兵来将挡 见招拆招 果不其然 麻烦很快就找上门了 课间时 两名学生搭着我肩膀 把我夹在了他们中间 走吧 我们老大请你去天台谈点事 我左右看了他们一眼 点点头 便随着他们上了天台 我上到天台时 十几名学生正围在一起吞云吐雾 一名背对着我们的学生 听到动静后 头也不回开口说道 你就是纪博小那傻逼的哥哥啊 赶一个人来天台 胆子不小吗 大不了也就是被你们揍一顿 没什么好怕的 还有没有 给我一根 我边说边走到他身边蹲下 伸出手示意他给我来一根 你痛吗 你是达哥 见我这么不上道 那人脸色不善的边骂边转过头 等看清我容貌后 有点惊喜交加 蹲在他身旁的一个学生 奇怪的问 俊哥 熟人吗 那还教不教训他 侯俊一巴掌打在那人的后脑勺 没好气的骂道 教训个屁 这是我达哥 小时候帮我挡了不少拳头的大哥 我吹了个口哨 猴子你现在混得不错啊 都当老大了 维言侯俊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后 一边低烟过来一边问我 哪里哪里 达哥 你怎么改名字了 还成了鸡博小那傻逼的哥哥 你被他家领养了吗 我接过烟点燃抽了一口后 摇了摇头 不是领养 我才是我爸妈亲生的 他只不过是我被拐卖后 才过激到我家的养子 突如其来的大瓜 让众人大吃一惊 侯俊更是一排大腿喊道 草 这么说那小子不是纠战却潮了很多年吗 说完 他又有点为难地问我 我瞥了他一眼反问道 你说呢 你想想找我上来说有什么 我听说那傻逼的哥哥转学到了我们学校 还听说你们关系很好 作为他的死对头 当然是想找你来狠狠教训一顿 气死那傻逼 说到这里 侯俊反应了过来 突然大怒 那傻逼这是在借刀杀人 拿我当枪使了 想通了就好 你自己去找他算账吧 我先走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 便起身离开了天台 我若无其事地回到教室上课 拿起书假装复习 思绪却没有放在课本上 这些天 纪博小四处鼓吹我跟他的关系好 我就猜到他是想祸水东营了 所以我也没闲着 跟同学打听了不少他在学校的事 上着家事 他在学校里可以说是嚣张跋扈 身边聚集了不少不学无数的顽固子弟 不过也有不少同样家事优渥的学生 跟他不对付 比如侯俊 侯俊跟纪博小是死对头中的 死对头 脾气火爆的他 应该会是第一个来找我麻烦的人 而我打听侯俊的家事时 我都忍不住感叹 这世界也太小了 侯俊还在孤儿院时瘦瘦小小的 但偏偏又脾气火爆 所以经常被人霸凌欺负 当时我替他出头 一起挨过不少揍 直到12岁时 他被他爸的战友林扬走 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也不知道我在天台上说的话 他有没有领会我的意思 下课后不久 一个同学兴奋的边跑边喊 大事件大事件 侯俊带人把纪博小堵在厕所狂揍 现在一起被抓到了教导处呢 一言激起千层浪 教室里顿时议论纷纷 还有人时不时望向我 我坐在座位上两耳不闻窗外事 丝毫不在意投向我的目光 我笑了笑 看来侯俊是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 最后一节课时 班主任来到教室门口叫了我出去 示意我跟他一起去教导处 来到了教导处门口 我抬眼一看 或人还真奇 除了校领导和几个当事人之外 学生家长也全来了 我刚踏进教导处 教导主任率先开口问我 季同学 你早上是不是和侯俊同学在天台上见过面 我点了点头回答 没错 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侯俊同学打你弟弟 是不是你指使的 我看了一眼双手插斗的侯俊和鼻青脸肿的季伯小 回到 我跟侯俊同学是以前在孤儿院时的朋友 在天台就是续了一下就 他打我弟弟的事 他没跟我提过 我也不知道 再说 我为什么要他去打我弟弟 我刚说完 站在季伯小身旁的小弟先沉不住气了 你撒谎 要不是你指使的 他们又怎么会无缘无故来厕所打我们 你是嫉妒你爸妈这些年对伯小的宠爱 而你没有 所以想报复他 此话一出 屋里的人陷入了沉默 我爸冷漠的开口质问道 伯达你回答我 这是是不是你指使的 同时我妈也用颤抖的声音说 伯达 你真的嫉妒伯小吗 看到季伯小那种的像猪头的脸庞 闪过一丝得意的神色 我自嘲一笑后 同样冷漠地回答道 你们说是就是吧 我已经解释过 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在教导主任为难时 罚站的侯俊出生了 主任 别浪费大家时间了 你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 我是为了报上周落单时被他们群殴的仇 真的只是我跟季伯小的私人人缘 主任顺着侯俊给的台阶 连忙把家长们叫到一旁商议处罚 最后 我爸不愿过于得罪侯俊的养父母 这事就大事化小地处理完了 打人的几个人寄过血检讨 向伤者道歉和赔偿伤者的医药费 侯俊养父对我爸表示歉一时 我爸还故作大方地笑着表示无所谓 转身脸色阴沉地看了我一眼后 就准备领着被打折手的季伯小去医院治疗 出到门口时 不嫌失大的侯俊也没忘出声嘲讽季伯小 有些人啊 打架打不过也就算了 不但叫家长 还想陷害嫁祸给自己哥哥 真丢脸啊 我爸妈成俯身的人倒是没什么反应 倒是把季伯小气得脸都成猪肝色了 我默默给侯俊说了的大母哥 表示干得漂亮 等我晚上回家时 我爸妈和季伯小已经从医院回来了 正坐在沙发上等我 季伯小右手打了石膏 坐在我爸妈身后愿毒地看着我 我正欲上楼回房时 我妈喊住了我 伯达 你先别走 爸妈有事情要问你 我停下脚步站在楼梯口 背对着他们 冷冷说道 问吧 问完我还要回房间复习 见到我这么冷漠 我妈脸色有点犹豫 不是妈妈不信任你 你现在老是告诉妈 你是不是真的恨薄小 所以才会叫你朋友打断薄小的手 我面无表情地转过头 在学校我就解释过了 你们相不相信随便你们 至于我是不是恨你们宠爱他 我只能说没有 也不在乎 我只是讨厌他的长相罢了 我爸一拍桌子 大声呵斥 这就是你回答爸妈的态度吗 什么叫随便我们 什么叫不在乎 我用嘲讽的眼神扫射了他们一眼 反正我解释了你们又不信 何必浪费口舌呢 说完我就迈不上楼 不再理会我爸的责备 上楼后我瞄了一眼 在那笑得幸灾乐祸的纪薄小 我勾了勾嘴角 关上了房门 趁我还没找到证据 你现在就尽情地笑吧 我让你查的事能不能再快一点 我有点急 大哥 都十几年前的事了 哪有这么快 你以为是百度啊 一搜就出来了 你放心 我查到了就通知你 我放下手机往床上一躺 纪薄小愿毒的脸不断在我脑海里闪现 慢慢的 他的脸和十三年前那恶毒女人的脸重合了在一起 五岁那年 我被偷走时 因为惊吓过度发高烧 痊愈后忘记了很多事情 唯一没有忘记的 就只有那张争鸣恶毒的脸 人海茫茫 要不是我在亲生父母家 见到和他七分相像的好弟弟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追查他的下落呢 我右手捂着眼睛 无声地笑了 很快我就找到你了 千万别这么快就死了 一个小时后 我拿着已经见底的保温杯走出房门 经过我爸的书房时 里面传来的谈话让我停下了脚步 我妈的语气明显有点担心 要不我们给博达请个心理医生吧 我怕他这样下去会越来越偏激 我爸冷哼一声 再说吧 博达毕竟离开了我们十几年 在孤儿院那种地方长大的孩子 有点偏激很正常 不过他目无尊长的态度 跟乖巧的博小比起来真的差太远了 看来我爸对我之前的顶撞他的事还没有消气 而且要不是你的坚持 加上我觉得能借找回狮子的事来炒作 提高一下公司的知名度 我是不会同意跟他相认的 继承人有博小就足够了 我妈听到这话怒声道 继瑞明博达他这些年吃了那么多苦 你还利用了他 以后把公司交给博小我没意见 但你也要保证博达他可以当个闲散富翁 好好好 你消消气 我没有再听下去 巧无声息的离开了门口 原来他们跟我相认 不过是因为有利可图而已 我自嘲的笑了笑 我还是太天真了 居然会觉得一个十几年没见过的亲儿子 能跟养了十几年的养子拼感情 不久后就到了学校的校园会 我们高三生不能参演晚上的校园表演 但可以去观看表演 在我专心欣赏台上学妹们的大长腿时 班上的同学跑来告诉我 说老师有事喊我过去音乐教室 我便转身离开喧闹的操场 走向位于学校边缘的媒体楼 当我踏进媒体楼唯一亮灯的教室时 里面却没有喊我来的化学老师 只有一名看到我进来后校的很开心的女同学 我刚踏进门口 她就冲上来抱紧了我 季同学 我喜欢你 我们交往吧 我双手一推 把她推到我身前 这位同学请自重 既然不是老师找我 我先走了 说完我就准备离开 但接着她就又抱上来了 我再次挣脱 正欲呵斥她时 她突然把上衣一撕 推了一下我后就朝门口跑了出去 边流泪边哭喊着 不要碰我 不要 我站稳后 低着头暗笑 来了 也就是这时 季伯小几个人刚好带着寻校的教导主任 来到了教室走廊 这位同学你怎么了 怎么会 衣衫不整 教导主任走进后 看到那女的胸罩都露了出来 连忙脱下外套帮她披上遮挡住 当她看到教室里环抱双手的我时 明显愣了一下 季同学 是你对这位女同学做了什么吗 我看了一眼 她旁边正哭的梨花带雨的那女的 双手一摊 如果我说我现在也很猛逼 主任你信吗 哼 狡辩也找个好点的借口吧 我话音刚落 季伯小就出声嘲讽我了 教导主任看了看我和季伯小 头疼的揉了揉眉头 转问身边的那女的 这位女同学 你说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女的一边抽气一边回答 我刚刚一个人在音乐室里练舞 季伯达突然闯了进来 拉着我说喜欢我 还要我做她女朋友 我拒绝她后 她就开始撕手我衣服 我拼命挣脱后走出教室 就被主任你们看见了 还好主任你们刚好路过 不然我就 呜呜呜 那女的说着说着 开始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心里忍不住鼓掌 好演技 教导主任沉着脸望向我 季同学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主任 我 主任 还要她解释什么 我觉得这位女同学 总不可能拿自己的清白来污蔑她吧 大家说对吗 对 我们刚刚都看到了 一关禽兽 这位同学好可怜 报警吧 我们可以帮这位同学作证 季博小不但打断了我的解释 还扇动她几个狗腿 声讨我 我抱着双手 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 这可比校园晚会好看多了 个个都在狂飙演技 教导主任示意他们安静 然后皱着眉看着我 季同学 你继续解释吧 我斟酌了一会儿后 脸色暗淡地回答她 主任 如果我解释不清楚 或者证明不了自己清白的话 你会怎么处罚我 教导主任犹豫了一下后说道 那我只能上报校长了 到时要看校长如何定夺 是否要报警处理 季博小文言脸色一喜 连忙用眼神暗示那女的开口 主任 我差点就被她侮辱了 我要报警 教导主任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估计是在想办法或稀尼 我看下手表 发现晚会都到尾声了 决定不再浪费时间戏耍他们 双手一拍 说 我同意报警 刚好我手机里有段很有趣的录像 说着我就走到教室外走廊的窗台处 拿起一部手机 停止录之后 开始从我踏进教室的那一刻回放 季博小几人见状 立马脸色大变 那女的惊讶的都忘记哭了 张大嘴巴指着我 声音颤抖的结巴的说 你 你怎么 教导主任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开始了祸细腻 季同学 既然你有证据证明清白 不如这事就不用报警了 交给学校处理 行吗 你放心 学校肯定会严重处罚他们的 我晒然一笑 别呀 主任 刚刚可是他们提报警的 我觉得这办法很好 免得大家都说学校处理不公 季同学别冲动 毕竟这可能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 所以能不能先不报警 交给学校处理 说这话的正是接到信息匆忙改来的校长 季博小几人听到校长这么说 顿时脸色一袭 我冷笑一声 那我的声誉呢 如果不是我留了一手 现在白口莫辩被抓住的人就是我了 校长被我反驳的有点无话可说 不如这样吧 先由学校处罚 如果季同学你不满意的话 再报警 如何 教导主任适时地出来打了个圆场 打算先稳住我 我扫了眼 此时已经被吓得脸色煞白的那女人 再扫向脸色铁青 但眼睛里依旧那么愿毒的季博小 可惜了 虽然 我手上有着视频 但并不能证明是季博小指使的 而且 现在还不是彻底和季博小撕破脸的时候 我抿了抿唇 然后对校长点了点头 就听校长和主任的 但我实现声明 处罚不够重的话 我还是会报警的 校长文言大喜嘴角含笑道 可以教导主任你先联系一下家长 我们先去会议室的 说完事宜大家跟上 便率先离开 三十分钟后 我爸妈再次被请到了学校 只是这次的受害者 由季博小变成了我 有嫌疑的则变成了他 我妈听完整件事的过程后 气得要当场报警 但被我爸拉了下来 那女的在家长到达后 也不敢再隐瞒 把季博小几人全都供了出来 我爸虽然表现得很生气 还打了季博小一巴掌 他打完后开始来劝我 我打 你弟弟不懂事 你别跟他一般计较 不等我表态 他已经转头跟校长商量 校长 你看这事 我们不过多追究 能不能从轻处罚啊 我妈一听有点不乐意了 质问我爸 你说什么 什么不多追究 博打可是差点被毁了 我妈的质问 让我爸有点气急败坏 那你说怎么办 开除他们还是报警 别忘了这事是博小策划的 第一个处罚的就是他 我爸说完后 我妈沉默了 只是愧疚的过来抱了抱我 我看着在校领导和家长间 忙上忙下交流的父亲 不由的吃笑一声 真是一位疼爱儿子的好父亲啊 我对着一旁无脸低头的 纪博小的耳边细语嘲讽 下次社局聪明点 大晚上有哪个老师 会找学生去音乐室谈似的 纪博小抬头恶狠狠地怒视我 这次是你走运 下次我一定让你翻不了身 我无视他的眼神 继续嘲笑他 失败者就别这么看我了 不然我怕忍不住再坑你一次 这次是你走运才对 说完我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气得他紧握的拳头都冒出了情景 十几分钟后 处罚结果出来了 所有人除了基本的道歉 检讨通报批评以外 主谋纪博小记两个大果兼留校查看 其他的人全部记一个大果 不管我满不满意 这事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爸查手后 就不可能会有最重的惩罚 这件事后 被我爸妈狠吃了一顿的纪博小 在学校消停不少 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报复我的 所以我一直都警惕着他的报复 我决定先下手为强 让他的死对头侯俊 经常去找他麻烦 被留校查看的纪博小 只能忍气吞声 不敢再惹是生非 毕竟学校开除他可以不怕 但如果再在我爸妈眼里掉分的话 他想继承我爸公司的事 就悬了 几天后 我一直托人查的事 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里了 你看完觉得没问题 把钱转给我就行 对面的人说完后 递给我一个资料袋就离开了 我坐在奶茶店里 静静地看着他留下的资料 原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纪博小真的跟当年 偷走我的女人有关系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关系 他们是母子 而那个恶毒的女人 则是我妈的堂妹 我一直以为 纪博小是从我爸这边的亲戚过进来的 没想到 他是我妈堂妹的儿子 而且他这些年跟林亚文一直有联系 那我妈这个名为林亚文的堂妹 当年偷走我的动机 就很让人玩味了 家贼难防啊 我默默地把资料放回袋子 拿起手机转弯账 还发了条信息 继续帮我查下去 价钱好说 对面很快就回复了个 OK 我坐在位置上思考了十几分钟后 拉上口罩 拿起资料袋离开奶茶店 除了纪博小出门鬼混之外 我们一家三口饭后 平静地坐在客厅里各忙各的 瞄了一眼正在看报纸的父亲 还有和闺蜜们分享时装化妆品的母亲 我开口打破了这融洽的气氛 妈 林亚文是谁 我的话让父亲停下了翻报纸的动作 也让母亲脸上的笑容定格 我妈干笑一声 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 是在这份文件上看到的 我从包里拿出那个文件袋递给她 我妈抽出资料看起来 脸色开始不断变换 最后定格在满脸愤怒 原来是那个贱人干的好事 我一定要弄死她 怎么了 这么大火气 你先喝杯水冷静一下 我爸疑惑地问到 递了杯水给我妈后 拿过我妈手上的文件看 跟我妈强烈的反应不同 她的脸色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化 很平静 看完后 望向我 这些资料是谁给你的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今天早上收到的 我继续问我妈 妈 你还没告诉我呢 资料上写的是不是真的 林亚文真的是你堂妹吗 怎么我没见过她 连听都没听说过 我妈脸色阴沉 她确实是我堂妹没错 你没听说过她 是因为18年前 她就被你曾外祖逐出家门 不准她以林家人的身份自居了 这事是我没查到的 直觉告诉我这很重要 啊 为什么曾外祖会逐她出家门 这事你就不用知道了 反正她败坏家风被赶出来后 差点流落街头 还是我收留了她 我妈越说越生气 垂着沙发 没想到这件人竟然恩将仇报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而我爸在听到林亚文败坏家风 被赶出家时 眼神里闪过了一丝不自然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但注意力一直放在她身上的我没错过 真有意思 我接着问 那么说 我小真的是她过忌给你的吗 当初你被偷走后 我跟你爸找疯了都找不到 我还因此落下病根再也无法生育 双重的打击让我精神越来越消极 你爸就提议我们收养一个 我见文汉经常被那件女人虐待 想到了失踪的你 就强迫她把文汉过记给我了 早知道当时就告那件女人虐待孩子 送她进去了 我爸上前抚着我妈的背 安慰她 好了好了 雅容消消气 别气坏自己了 我假装表现得很愤怒 爸 妈 我们报警抓她吧 我刚说完 我爸就大声呵斥我了 乱出什么馊主意 这是你小孩子别插手 我同样大声的顶撞回去 我成年了 还是受害者 凭什么不能插手 我妈在旁也很赞同 季瑞明 你什么意思 博达是受害者 怎么不能插手了 我爸瞪了我一眼后 继续安抚我妈 博达是受害者没错 但这是不能报警 我怒声喊道 为什么 难道就任她逍遥法外吗 我妈也愤怒地看着我爸 我爸皱着眉 对我妈解释 想想博小 林亚文毕竟是博小的生母 真把她捉进去了 博小也会受影响的 我妈一听这话 钻了钻拳头又松开 低下头不再说话 见我妈开始动摇了 我爸继续加码 而且现在公司准备上市 不能在这时候节外生枝 我冷笑一声看着他 那我呢 这些年就白白受罪了 我爸有点懒然 推了推眼镜 为了博小的前途 这次只能委屈你了 我这次会把他赶出国 并让他发誓 永远不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妈眼神闪烁 低着头不敢看我 博达 爸妈现在不是找回你了吗 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你就听爸妈的好吗 我愤 然一笑 真是一对爱子如命的好父母 希望你们以后不会后悔 说完我便起身离开 留下满脸羞愧的他们 那天后 我跟他们的关系 直接跌到了冰点 无论我爸妈如何跟我道歉 我始终无事 继续冷战 那天我爸想方设法地保住林亚文 后来还瞒着大家 帮林亚文偷偷藏起来 没有赶他出国 更加证实了我对他和林亚文之间 有秘密的怀疑 我更坚定了要深挖当年真相的决心 除了让人继续调查之外 我开始叫人跟踪继伯小 林亚文既然没出国 那肯定会找机会跟继伯小见面的 到时通知我妈过来 那场面肯定很好看 谁知道跟了几天后 一直都没有蹲到林亚文 但是让我发现了意外之喜 继伯小16岁时 爸妈送了他一栋别墅做生日礼物 他有空就会请那些猪棚狗友和玩户 来别墅开party过夜 一开始我妈还会规劝他几句 发现不管用后也就随便他了 今晚我的人跟踪他来到这里后 发现他竟然在那里进行非法行为 每次都是十几个人一起吸 吸嗨了就开始乱搞 场面要多劲爆就有多劲爆 我让人偷偷录下了视频 我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但在手指按下第一个1的时候 我停住了 把继伯小弄进去确实解气 但凭父亲对他的宠爱 肯定会全力帮他脱罪的 就算脱不了罪 也会花钱疏通关系 让继伯小在里面好吃好住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把所有的事情查清楚后再弄他 我将人撤了回来 不再跟踪继伯小 已经是问中之憋 就让他再开心几天吧 还是上次的奶茶店 也同样是上次的那个座位 我同样等来了上次的那个人 戴着口罩的他 依旧像上次那么高了 给你 费了很大劲才查到的 所以要加10%的费用 记得看完转账 我一边接过文件带 一边讨价还价 你这也加的太多了吧 打个折怎么样 看完后你会觉得物有所值的 这点钱跟你将来得到的相比 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他冷漠的说完后 就转身离开了奶茶店 是吗 看来是查到了不得了的秘密呢 真期待啊 我喃喃自语的打开了文件带 我仔细的看完后 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虽然跟我想的有出路 但有些事果然如我所料啊 我爸果然跟林亚文关系匪浅 他们有一腿 而纪伯晓就是他们乱门的结晶 当年为了钱 纪瑞明娶了林家富翁独女的我妈 但是婚后他又忘不了林亚文 就和同样如此的林亚文 开始了地下情 在我妈怀孕后 纪瑞明也成功地 让林亚文也怀上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我不过是他当上门女婿时的意外产物 纪伯晓才是他纪瑞明的爱子 我把资料慢慢地放回文件带后 微笑着迈步离开这个充满收获的奶茶店 既然想知晓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 那就开始计划吧 是时候让他们付出代价了 纪瑞明 你告诉我 这些资料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高考完的第三天 我妈的怒吼声在夜深人静的别墅里响起 开始了 我走出房门站在二楼走廊上看向楼下 地上和茶几上撒满了一张张的A4纸 正是我之前查到的资料 我用假名寄给他的 我妈面目争名地怒指着纪瑞明 纪瑞明 你说 你是不是跟林雅文那件人有一腿 当初那件人死也不肯供出的人是不是你 当初他被赶出家门后流浪街头 是不是你们为了利用我一起演的戏 是不是你把保安支走 让那件人有机会偷走博达的 我 当年之所以寻不到博达 也是你帮他消除痕迹的 我再也不能生育 也是你帮他在我药里加了料 你还是不是人啊 纪博小也是你和那件人的私生子 当初那件人虐待纪博小也是在演戏 是假的 你劝我把纪博小过记过来养 结果为了他能认阻归宗继承家产 他当初偷走博达 就是为了能让纪博小跟你父子团聚 你当年宁可入赘也要娶我 也不过是为了我爸的公司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爱的人 只有林雅文那件人 是不是 纪瑞明 你说话呀 是不是真的 我妈一边歇斯底里地指责纪瑞明 一边在他身上狂打 而纪瑞明只是沉默不语地坐着 任由他打骂 哼 你以为不说话我就奈何不了你是吧 我告诉你 我爸留给我和博达的财产 你别指望给他见人的儿子 我要让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这话触动到了纪瑞明神经 一直沉默的他终于开口了 呵 雅容啊 你是不是忘了 当年博达失踪后 我可是叫你把他的那些股份转到我名下了 你当时觉得这样对我管理公司有好处 就照做了 告诉你 我现在才是公司股份最多的人 别说是你儿子了 就是你 也得看我的脸色形式 我劝你别给我闹事 我还能念及旧情 跟你好好相处 否则 哪天我要是不顺心了 直接将你和你儿子赶出几家 纪瑞明一把甩开了我妈 我妈突然地倒在了地上 一会儿后 我妈突然双肩抖动 双眼通红的他抬起头疯狂地笑了起来 哈哈 既然如此 我不好过 你们这对肩父赢父也别想好过 说完他便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就冲了出去 纪瑞明被我妈的疯狂吓得反应慢了一步 回过神来后也跟了出去 我妈的疯狂不但吓到了纪瑞明 也吓到了我 当我在震惊中回神后 赶到纪瑞明为林亚文的藏身之处时 房子外面围满了人群 我连忙挤开人群走到门口 房子大厅一片狼藉 纪瑞明背上插着一把水果刀倒在了血泊中 我妈也满身血迹倒在了他身旁 不远处还掉落了一把沾有血迹的菜刀 林亚文被几个人按在沙发上 一边叫喊一边挣扎 我正准备进去查看我妈的伤势时 警察和救护车就到了 林亚文被拷走 纪瑞明当场死亡 而我妈被抬上了救护车 我上前表明身份后 也一起上了救护车 我坐在急救室外着急的等待 突然想起 事发突然 差点忘了还有个纪博小妹处理 我便拿出手机用小号发了条信息 举报XX路位SX小区X号别墅 有人聚众吸毒淫乱 几个小时后 医生宣布我妈抢救无效 同时 我也接到了警局打给我的电话 通知纪博小区中吸毒被抓了 让我过去一趟 我想了一下 没有拒绝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 为什么会是你 爸和妈呢 他们怎么不来救我 纪博小见到来的人是我后 表现得很嫌弃 爸妈都死了 他们都救不了你了 我冷漠地看着他 不可能 你撒谎 你肯定是在骗我的 我要见我爸 纪博小激动地站了起来 但很快就被身后的预警控制住了 我冷笑地看着他的无能怒吼 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信不信随你 你就在里面好好享受吧 再见 说完我放下话筒就离开了 我从警察那里拿到了林亚文的供词 得知了那晚的全部情况 那晚我妈驾车去到她那里后 她一开门我妈就举起水果刀刺向她 不过被紧随而来的姬瑞明 抓住了举起的手 刀子也被 打落在地 林亚文捡起水果刀后 本来想刺我妈的 但是不小心刺到了拉扯时换位的姬瑞明 这突然的变故 吓蒙了两个女人 等她们回过神时 心脏中刀后的姬瑞明已经倒在了地上 我妈无力的瘫坐在地上 像疯了一样看着姬瑞明的尸体又哭又笑 林亚文看着不断渗血的姬瑞明 悔恨交加的她 把所有的事都怪在了我妈身上 疯狂的她跑去厨房 拿起一把菜刀 就把我妈砍倒在地 当她准备砍第二刀时 就被听到动静后赶来的邻居们制止了 没多久 林亚文就因为误杀和故意杀人 被判了死刑 纪博小聚重吸毒 加上警察还在她别墅里搜出大量毒品 背叛了无期徒刑 后来我听说 纪博小因为改不了嚣张跋扈的气焰 在里面被人打去了右腿 我继承公司后 就先把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打理 而我选择了踏进校园准备开启大学生活 全文完